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盖是很重要的 特别是我们现代社会压力比较大 所以早餐不仅要吃还要吃好 笑笑你先稍事休息 我们请小丁露一小手 今天丁玉带来的是经过改良的情怀小吃 如意回鲁干 用料有猪骨头 黄豆芽 豆腐果 胡萝卜 木耳 花椒 大料 白醋 盐和味精 直接接近主题 大胖的骨盖 第一步是不是要点火 董老师帮我点火 我们今天要介绍我们的骨盖四包 第一包就是大骨汤 先放点油 把猪大骨爆一下 这样煮出的汤 如白色 而且把它的盖质吸出来 还可以把猪大骨里面的多余的脂肪给它炒出来 爆香锅底 行家一出手 就知有没有 这个棒子骨还是挑的挺好 棒子骨买的时候 要帮忙给拔开 拔得尽可能碎一点 这样能够使它的骨髓暴露在外 煮汤的时候就能让盖质更多的溶解到汤里 董老师帮我加点开水 一次加热 一次加热 中途不要加水 好了吧 盖锅底部 最后我们把花椒和大料放进去 好 这个时候丁玉拿出了它的秘密武器 白醋 在熬制大骨头汤的时候 加入少许的白醋 可以促进盖更好地溶解在汤里 我们关成小火熬制两个小时左右 这补盖第一宝 浓浓的大骨头汤就做好了 这个豆芽是补盖第二宝 它是蔬菜里面含盖量比较高的 为数不多的汁液 为什么这个菜叫做如意会如干呢 就是因为黄豆芽它形似如意 这个造型 而且在南京的传统做法中 用的都是黄豆芽 金角 然后这个水里要加点白醋 加点白醋 豆芽口感可以更脆 然后利用这个时间 我们可以把豆腐果切一下 豆腐果是我们的补盖三宝了 豆芽的盖行量是非常丰富的 这北方叫做豆泡 也叫豆腐果 也叫油豆腐是吧 油豆腐 这时候可以加豆芽在这里 再盖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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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 再煮上两三分钟就可以了 关火 加点盐 猴家盐 这也很可爱 猴家盐也是帮助它的那个 这个汤汁更加浓白 如果盐放了过早的话 汤里面蛋白质会过早凝固 汤就不白了 点了一点胃筋 这就可以出锅了 像这个菜 其实应该汤就是提前一天熬好 然后早上起来 就加一点豆芽和豆腐 那三宝已经陆续登场了 下面是我们的补盖第四宝 胡萝卜 大家都知道 盖的吸收需要维生素地的帮助 胡萝卜还有丰富的维生素地 那么汤里有了它 就可以使补盖效果 拿到事半功倍 配的是什么呢 配的是萝卜丝烧饼 也是那个传统的清淮风味小吃 好极了 向小带来的补盖早餐 叫做虾仁蒸蛋 用料有鸡蛋 果豆汤 虾仁 芦笋 金针菇 糖和盐 不知道这其中的钙元素 是怎样巧妙组合的呢 第一步我们是这样 要先把鸡蛋先蒸下去 好 我们先把鸡蛋打碎了 好 这个比例非常重要 一杯的蛋液 到了杯子里面 然后一杯的高汤 这个骨头汤是我大骨 还有胡萝卜 因为这个是我经常家里吃拿来做底料用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骨头汤平时如果早上起劳太慢了 这样方便一点一杯水 比较更嫩 对 再来一杯水 当然是1比2的比例 嗯 这样蒸鸡蛋比较嫩一点 嗯 然后把它搅一下 搅拌均匀了 然后我们现在要把那个蔬菜加进去 放一点芦笋 芦笋其实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高 增加免疫力 然后呢我们现在要放点 笔 我要 盐少一点 因为汤本身补汤 我就已经加了盐 它就盖子就更容易那个就是积出来 然后我们再放点糖 现在我们搅一下 然后呢 我们再把金针菇放下去 好 好 现在种下去 对 种下去 蒸鸡蛋有个注意的是 一定要加盖 一缝 要不然的话它那个蛋的话就很容易发 好 现在放到火 对这个火呢之前我已经把它加热了 小火八分钟 八分钟 嗯 我这里今天用到的食材像鸡蛋啊 骨头汤啊 还有虾仁都是很好的盖来源 而且 开背 对 现在呢我们把虾仁呢先开背 把那里面的沙筋先去掉 一些黑线啊什么的 这里有一个小诀窍 柠檬一定要用 柠檬跟海鲜很搭 先把火开了 先把柠檬放下去 好 虾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盖来源 它含有很丰富蛋白质啊 所以 然后再给它捞出来吗 让 捞出来 好了 给捞出来啊 对 备用 好 接下来我们只要将做好的虾仁 放在蒸好的鸡蛋羹上面就可以了 笑笑还搭配出一套补盖的营养套餐 都有什么呢 这个是我的那个奶香 芝麻糊 牛奶本身也是很好的那个盖来源 而且芝麻也是 这是一个南瓜馒头 嗯 两份补盖的早餐谁更胜一筹呢 来听大师祖是怎么说的 我们还是应该非常重视不盖 因为盖这个营养物质 在人体内自身是不能合成的 它必须由食物来提供 我觉得通过二位的这个早餐 使我们的观众知道 怎么样去科学的不盖 笑笑的就是第三个菜了 我们看看我们的专家 是不是继续支持你 给笑笑 亮牌 哦 真的不错 真的不错 丁宇啊 其实你做的也很不错的 还是那句老话 你行 我行 大家行 猛牛百分早餐 健康行 明天不见不散 再见 西红柿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和茄红素 明天两位热心观众就会用这 好看好吃更营养的西红柿 做成美味的早餐 那有什么呢 怎么